言书写启程 爱上看图写画 嗨 你好 我是彩彩峰 我是冠冠熊 今天的主题是 完美的一天 这是谁的一天呢 为什么被称作完美的一天 哈哈 你的疑问还挺多的 等你看完这五幅图 你就全明白了 图片 看一看 冠冠熊 这五幅图上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哦 你可要认真观察了 看起来这是一名小学生 他在戴红领巾呢 你留意到了红领巾这个细节 冠冠熊 再仔细看看第一张图 你能不能说出这是什么时间呢 我看看 哦 我知道了 今天是周日 屋子的日历上写着日子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 图中的太阳在天空的东边 刚刚升起 可以猜出图片的时间是上午 这名学生系好了红领巾 准备出门了 那我知道了 第三幅图一定是中午了 太阳在天空的正中央 这名学生拿着一幅画 在给他的爸爸妈妈看 不过 这幅画是哪里来的呢 他出门之后都做了什么呢 感到疑惑就对了 冠冠熊 你跳过了第二幅图哦 所以才会不理解第一幅图与第三幅图的联系 我们在观察多幅图的内容时 一定要耐心地按顺序把图片看完哦 要不然你就不能准确理解图片中的故事了 哦 我知道了 原来我跳过了第二幅图 让我来看一看 他坐在一间教室里画画呢 哦 他上午出门是去上美术班了呀 对了 这样第一幅图和第三幅图就可以连接上了 冠冠熊 看完第三幅图 你说说爸爸妈妈喜不喜欢他画的画呢 嗯 看起来 爸爸妈妈觉得他画得很好 很喜欢 因为他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你真聪明 我们在观察图片的时候 要注意看人物的表情 这样就能知道他们的心情 态度了 我知道了 这起幅图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周日的早晨 这位小学生对着镜子整理好衣服 戴好自己的红领巾便出门了 他在美术班的教室里 认真地画了一上午的画 中午回到家 他把自己的作品给爸爸妈妈看 爸爸妈妈看到后 开心地夸他画得好 讲得不错 冠冠熊 可是你太着急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完美的一天 这才过了上午 中午哦 我们观察图片的时候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哦 快看看小主人公下午做了什么吧 哦 我记住了 我来看一看 第四浮图是他在踢足球比赛啊 射门的姿势好帅呀 第五浮图是他站在冠军领奖台上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那请你快来讲讲这完美的一天发生的故事吧 周日的早晨 一位小学生对着镜子整理好衣服 戴好自己的红领巾便出门了 他在美术班的教室里 认真地画了一上午的画 中午回到家 他把自己的作品给爸爸妈妈看 爸爸妈妈看到后 开心地夸他画得好 下午 他穿着帅气的球衣 参加了一场足球比赛 并且射进了一球 帮助球队获得了冠军 这真是完美的一天啊 说得真棒 在你的记忆中 哪一天是非常完美的呢 想一想 然后把自己喜欢的环节画出来 再用几句话写一写吧 记得分享哦